大家好,我是最蓝 上个视频呢,我们给大家做了除了卫国之外 其他三个国家的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呢,今天的五家 我们就来做一个卫国的小专辑啊 我们知道卫国是这个国家里面非常强势的一个国家 经常能够实现三打五 那么今天所选的录像呢,也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理点的日常三打五啊 这张框里面有理点曹操 那就肯定是选理点曹操的啊 别的好像卧龙啊,小蒋婉啊 虽然说能力也不错 但是还是没有理点曹操来的犀利啊 起手在一号位,我们刷到了顺手和 这个吴忠啊,有连弩漂亮 那直接一波突啊 先吴忠啊,杀一刀夏家 夏家如果不卖啊,挂起连弩暗示 好的,这是真机 那然后来杀 对面不是呢,就直接杀死啊 挂连弩就是 是卫国亮将,不是卫国打死 刚才好像有一个小巢毒条 好,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去杀了啊 白刀 雷弓啊,不怕,继续杀 好 冰凉寸断,那直接一波啊 带走了一个小巢香香 同时把张角 给打残废了啊 他们又是一个卫国boss 国家争计 曹皮还收了一波尸体 哎,话陀救 好,曹皮打无限 其实这个连弩可以拆啊 连弩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第一波打完就可以了 来,这边都跳飞位了 我们就只有三个人 但是我们每一个的个人能力都非常优秀 比如曹匹,他能够强势的控场 好,过牌,吸万键 从此卫国的AOE通过国家来增大自己的收益 这个南蛮就可以出杀了 又一个南蛮 装脚要求逃啊 这边画头桃子根本不够用 这个南蛮咱们就吸掉啊 来,国家故意卖血 再卖一波 好 九 雷沙 张角再见 这下彻底啊 彻底没逃 再三千刀刀过去 好,袁少 一波群雄 一波群雄 全崩啊 四个群雄就被曹匹一波牌打崩啊 这就是大卫的可怕之处 好,黑乐 咱们呢是放万剑啊 放万剑 先火攻夹雪 然后再万剑齐发 再夹雪一翻 晨 前尘往生 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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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亦 拿手的大斧子 看他一刀 大丈夫 何俱小 弃牌留个国务蟹就可以了啊 只要每回合 如果我们发现打不死夹雪 我们就去 弄曹匹啊 打一下曹匹 翻面翻回来 陈素 这边也是不识陶了啊 这局游戏他确实没得打了 好 第一局是李典的三打五 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我们看一下我们主视角的曹匹三打五啊 曹匹真姬 李典曹红 这些武将都非常不错 你可以选曹匹李典也可以选曹匹真姬 我们最后还是看中了这个珠联闭合 选了曹匹真姬啊 出生在三号位又是一个非常靠前之位 而且持有两个桃子 那么这把又是一个亮将带节奏的局啊 一号二号都比较低调 那么我们呢肯定是要做事的啊 曹匹真姬亮将是先亮真姬啊 卖雪的时候 如果自己没有桃的话 就是出曹匹的时候可以回敌雪 好 根本不虚他 直接翻了 摸两张牌 因为手里桃很多嘛 桃很多那直接吃桃 然后开两南蛮 手里四个桃啊 这个虽然中个雷击 但是也不怕啊 给这个八号贴个乐啊 手里拿个无蟹 两个桃子 三血不卖不失位啊 好 这边虚晃亮出来 继续南蛮 那等于是别的国家要承受四个南蛮啊 好 我们掉雪 翻了啊 乐不思索的就不翻 等曹操接着放 是这个曹匹曹操一波配合 一身胆略 管杀还管埋伤 吊血 无脑掉 再见 马腾 好 继续放 继续放 咱们就继续翻啊 有桃继续翻 死罪可免 活罪难射 火攻 然后把这翻面的人全打死啊 我们就实现了卫国联动啊 通过曹批的翻面 让卫国两两回合 都是只有卫国行动 其他国籍不能出牌 好 那现在我们去打这个二号 手里还拿到莲弩 先桃园结义 桃园结义完之后 给这个要杀的人打个无蟹 吃桃 再吃钢烈 这个钢烈没钢中 本来我满血 是让曹操钢烈我的 钢烈我可以翻面这个财文机 火攻自己 然后再翻过来 再吃桃 再凸连弩杀 还有九杀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啊 我还没怎么出力 你就倒下了 这就是卫国的厉害之处啊 那首先我们来看 接着来看下一个 看一下我们的李典大腿啊 这局是我们祖师九号 选择了李典张和 这局就不是像前面的三局那样 前面两局这么直接三打五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手还是去刷AOE啊 曹丕首亮 还好啊 这边没有打错 亮出来之后 要不然又要挨揍了啊 这边飞卫 那这个 这个组合呢 除了曹丕的话 那邓爱就比较比较薄弱了 我觉得邓爱是卫国里面 强度不怎么高的一个武将 他只有在搭配国家和司马的时候 比较厉害 其他时候都属于一般般啊 点尾还可以啊 但是点尾这个是三血 一般点尾灯案 我推荐 推荐一个四血 刷一个四血会好很多 这里出杀了啊 打水肯定翻了 一个人是地老天封吧 一致四方 在血和暗的深渊里 好 卫国阵亡一个 我来为你入院 打这个开局呢 其实对卫国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逃避也只有意见了 而且我手里面有桃子 但是该亮咱们还是要亮的 摸到一个桃 一抽啊 水无尘异用 去其方南蛮 有桃可以翻 前尘往事 莫再提起 何其小弟 莫再提起 杀 杀一下 打打杀杀 真没意思 桃皮刚才是自己手里没桃啊 我有桃的 其实我想让他把大猪狗翻了 结果他没翻啊 这样八号位行动起来的话 这一波估计曹皮是要再见了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桃子 两个桃 如果这里我们求一个桃 可以求他救曹皮 两个桃 咱们把两个桃都打了 就比较 就比较伤 所以咱也就不救了 然后这样 这样的话 卫国的嘲讽就降下来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 来看我这个大腿 如何带他们躺赢 这边是孙奸孙笨啊 保佑无中而之机 贼三族 则无死不明目 购牌 用兵之道 好 无中生有 先打死个孙笨 游埋伏 这桃 气牌啊 现在还是蜀郭嘲讽 蜀郭和贾许都比较有嘲讽 贾许的嘲讽是雪线嘲讽 如果想要赢也要先揍贾许 不然会被玩杀 决斗 前尘往事 莫再提起 这边是个蔡文姬啊 哎呀 这波酒雷杀没杀中 很尴尬 观今夜天下 知天下大事 月鹰继续嚣张 杀 闪 杀 闪掉 可以看到啊 现在咱们的嘲讽就非常低了 挂机保命啊 板剑托管流 杀 闪 摸牌 用兵之道 变化 好 这里有些火杀 好 南蛮火攻一下 不给他牌啊 南蛮入侵 好 一波收掉流扇 三不驱 直接收死啊 接着换牌 生了个破决斗 好 这边呢 假许乱武 那假许乱武呢 对不起了 你单挑我是单挑不过的啊 非我之功 用兵之道 兵无常事 万千 在他走 后面就可以快放了啊 爱兵如子 圣乃可遣 用兵之道 变化万千 众将死战 非我之功 兵无常事 杀 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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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再提起 爱兵如子 这个单挑 一个是存牌 二一个是如果有了寒冰剑 就可以开始进攻 找到寒冰剑 就直接进攻啊 我们的过牌比他多很多 直接干他 账 账 兵无常事 应该能很快就把他干凑 找个机会去九杀啊 这里有个洪顺 走牌弄光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去直接杀他了 好 弃光 后牌 杀一下鸭血线啊 杀血的血线要压下去啊 众将死战 一万剑 一杀 好 压他血啊 这边还有桃啊 有桃那又 有点烦 爱兵如子 盛乃可全 众将死战 好 有九了 那这个我们就知道怎么赢了啊 找机会九杀 好 没牌了 咱们打无限 然后呢 用桃子去偷 无中开出一个杀 游戏结束 好 再见 虽然我们卫国开局阵王两个 但是由于后面蜀国嘲讽 李点可以稍微存点牌 这样的话 反而到后面李点变成了小boss 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 就是我们前面说 邓爱不强 但是呢邓爱搭配司马懿会比较强 我们来看一个邓爱司马 就是可以无限屯田的啊 起手三个桃 咱就不要换了 魏国的桃子是非常珍贵的 火攻 狂打 非常嚣张 这个人打法很跳 一般来说 国战里面打的跳的都是魏啊 所以我们大概率相信一号人可能是个魏国 好 吊血反馈 拿到一张闪还是比较赚的 大丈夫 何居小杰 真机 前程往前 不出所料 好 曹丕 又是大魏莎 这个选这局录像呢 虽然是魏国碾压 但是我们主要是来看这个图片 直接一波六个屯田 留下有用的桃子和红桃 红桃用来改乐就是流放 已经是最大的人 还有一个方片啊 好 再见 好 咱们一波顺手 反打无险 好 六顺手 直接先划起简易码 顺光小桥 三 四 五 六 铁锁连环 权斗锁上 关师傅 火杀 灌掉 是个野兮家 真可怜 五股风登 五股风登 再给小桥打个无蟹 这里小桥 他没有红桃牌 那就不打无蟹啊 如果到时候 排队里面还有红桃牌 就五股里面有红桃 那咱就不打 张聊一偷 何仇不破敌 没想到吧 好 再见 貌似是有激昂的样子 决斗 可能弄死吧 活着也没有意义了 原来是举盛 九股杀 击随 低袍 黄土 本将军 比丧命更痛苦 来看看六号是什么鬼 直接强袭 只要你不是红桃 你就来回改 然后来回屯啊 再见吧 好了 亲笨再见 来今天的最后一局 卫国录像 我们来看一下 郭家是如何雇佣袁绍打工的 当然这不是我们说 之前那种什么 卫国核心的那种 袁绍一播放 这这这局录像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选进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很好的细节给大家讲 录像并不长 但是呢 精彩程度没得说 两个闪一个桃 啊 很好 铁锁连环 提手啊 四五号铁锁 魂绑Play 二号藤甲好东西啊 老汉推车 看他怎么推 先让他操作一波 去找位啊 铁锁连环 前铁锁上 现在是需要火弓了 火弓一波藤甲 八点伤害 哇 叶盘 结果一二五都不是位 九 九 杀 闪 附近 身体要紧 好 初联弩了 哎呀 杀 庞桐两条命 被香香给打死了 庞桐也是苦 雷杀 杀很大 戴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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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来 看一眼 是吗 杀 不是 继续打 继续换牌 好 一波 又死一个群雄 火弓 那个火弓没活死啊 所以黄盖香香 这波操作还是很犀利的啊 这边还是一个无 打死了两个敌人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郭家 这袁绍来了 拆掉之后 那直接放剑 我们卖牌 两个闪 给袁绍一张 保证他能射起来啊 保证他射起来 因为外面都不是魏国了 所以只有我一个魏 那我既有闪 剩下还有三张闪 一张桃 也就是说我们 是铁定能够扛住袁绍的 给袁绍一个假象啊 让他以为他能射死我 其实是不行的啊 那是不万剑 闪过张朝 好 不过阵亡 那我们跟袁绍单挑 攻剑手 闪 来 天命在此 天度一下 桃园结役 无懈可击 吃桃 一杀 一强席 优秀 国家 所以我们在 手牌合理的情况下面 是可以来 自己来雇袁绍 给我们打工的啊 雇一下就可以了 不愧是我国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 然后另外 我们平常在 战旗TV直播 喜欢三国杀的朋友 可以来看我直播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